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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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一開始 TVU也對你挺好 就派你去參加舞動奇蹟業 是啊 很感恩 還要拿上冠軍 那次是 不過這整個過程很辛苦 大家都很辛苦 大家經歷了兩三個月 其實大家好像是戰友 都已經不是你那個分數 其實想大家的分數都高 因為見到大家經常都弄傷 扭傷 累到完全沒有力氣的時候 都一直要繼續跳 因為你的腦部可以閉嘴 但當你的身體做到這個步驟 你一做到100次都記不到 你多做一百次 做到五百次 做到一千次 你無論如何 身體懂得做那個動作 但有時候你會不明白 尤其是那些Lifting 嘩 很... 但你本身是跳舞出身的 Lifting 我是碰著他們跳舞的 他們那些又上去又下來又轉圈 是很擔心的 因為兩個都沒有經驗 你跟老師做 跟余皓明唱兩樣東西 對 跟余皓明做 他跟老師做 他可能都會不小心 老師可能就會跌下來 但老師又懂得跌得對位 又懂得叫他扶著什麼 但我們不懂的 好像兩個什麼都不懂的小朋友 就在試這些高難度動作 但贏了冠軍 因為當時的黃滾慶引起好告的 你有沒有想過從此就成功了 一帆風順 有 有 絕對是一個很現實的想法 就是 這麼難得 未卸任那個香港小姐 還有我那年香港小姐 我自己做自己的表演嘉賓 就是覺得自己是很多機會 還有是很好 一個很好的開始 我想正正就是 可能上天都知道 我的驕傲開始的時候 就馬上打了 就是一個主持飲食節目 叫做《夜日有食神》 對 很多人評擊你 原因是因為你的中文 你覺得 中文 那我就真的不懂得 五十種不同的方法 去怎樣說一條魚好吃的 那這個真的 即使我現在都不懂的 但我可能知道 原來皮厚一點 是骨膠原豐富的 或者是彈牙的 那些肉 以前不知道什麼是彈牙 或者是 嫩滑的 嫩又不懂 滑都懂 但就覺得好吃 而且好吃 但你看劇本不是很辛苦嗎 很辛苦 那時候看那些飲食節目 都不懂得讀的 雞牛豬 炒 煎 蚊 什麼都不懂得讀的 就是經常問 接著 問的時候 我就知道這些是什麼意思 但我會英文 英文 頭腦在轉英文 那有時候想說 又不記得中文是什麼意思 那你都要說 因為在拍攝 只會說好吃好吃好吃 嘩 即儘量用我的表情 我吃東西的表情 去跟大家說有幾好味 但是就變了 是 香港人會感覺上浮誇 原來我們聲音 播出的時候 是高一點點的 是沾一點點的 所以這幾年 即使我現在和你做訪問 我都會 時不時 一記得的時候 壓低聲音 因為如果這樣說 大家是很不舒服的 是 譬如你要記對白 是 接著又要記走位 有時候拍劇 我們有時候真的 戀載大龍 很無助告 在電視城裡面 是啊 自己哭一下 哭爆他 某段時間 我知道黃君興 因為被人抨擊之後 曾經患過報食證 是嗎 你現在多少磅 嘩 我現在 我現在不看這個磅 但你最肥的時候 一百二十幾磅 二十幾磅 二十幾磅 二十七磅 但其實說真的 不是說 五尺六來說 不是說很肥 對一個演員 對一個演員 對一個藝人 香港藝人來說是肥 因為那時情緒 壓力太大 被人抨擊的時候 嗯 不夠膽在外面吃東西 當你不夠膽在外面吃東西 你又要 開始 一個人很假 因為你沒有辦法 人家抨擊你 你還要笑著 是啊 那我以後會做得好一點 但是你的心是很不舒服 和很不開心 唯有是回到家 全天都沒什麼吃過東西 那你就開始吃 你吃的時候 你就覺得 可能一些憤怒 一些不開心 全部放在食物上 因為在那一刻 你是 你是控制食物的 其他人去抨擊你 你控制不了 但是你吃多少 你可以控制得到 但原來 這就是開始那個 很不好的 波動了 就是 你以為你控制到的食物 其實慢慢慢慢漸漸 食物控制你 因為你不吃不行 那誰有權 就在食物上 維持了多久 這個焦慮 或者暴食的情緒 應該都 有沒有九個月一年 嘩 都很嚴重的了 一圈圈聲光背後 有我黃君興 想聽足本訪問 立即上881903.com 聽回啦